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 继续满谈的杜远龙show 我是冷白乌世伊然的 我是灵魂的师傅Simon 那今天呢,又是Simon师傅 回来跟我们讲风水咯 那今天Simon师傅呢 要讲关于一道 风铃的风水 但是我不知道风铃啊 我不知道风铃有什么风水 但是我知道寺庙啊 很多都有风铃了 是不是?那请问师傅 是什么概念呢? 风铃 那我Simon师傅今天来跟大家说一点 风铃的风水 其实呢,为什么风铃呢? 因为又是风生水 哦,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风铃的声音很好听 对吗?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没有,叮叮咚咚 然后有叮叮咚,它就 那里有叮咚咚咚 你为什么打功夫 还是打武术 还是武师是吗? 好啦好啦,跟你们说啦 风铃今天的这个影片 比较多是给你们女生 哦,是哦?快点讲 给你们女生 尤其是单身的女生 OK,快点讲MASA 要有这个OPPA的男生 来到你的身 OPPA 或者那种 成功男士 男人味道 那种很帅 很美 骑着白马的王子 有 夸张了哦 现在还有谁会骑着白马来找你 天哪 真的是 看到我都有点想象了 不要说骑着白马了 架着一两宝马 可以了 OK,这个我有兴趣 请讲 请讲 这个有兴趣 那你们女生听好 今天要教你们怎么把 这些烂桃花 丢掉 丢掉 然后带一些 非常非常好 比较正式 比较 嗯 怎么说啊 那个当时怎么说啊 就是比较 正式的感情 正式的 男人感情 是好男人啊 对不对 好男人 优质的男人 不要优质的男人 不是优质 我是讲优质 是quality的男人 不是优 真的啊 不可以耶 华语不可以耶 因为中文不好耶 听听 所以是不是要有这个 这个 你们说是不是要有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 字幕啊 听起来幼稚 幼稚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吗 好 OK 继续 好 女生们 你们的家 你们爸爸妈妈 如果有看 没关系 叫你们爸爸妈妈 好不好 或者爸爸妈妈 要找好的 这个女婿 给你们的女儿 对 也是可以看 嗯 一样 进到你的家的时候 进你们的大门 找这个中间的地方 好 然后呢 就拿上你们的手机 我的手机在充电 好 拿上你们的手机 我手机呢 我有在 拿上你们的手机 有这个软件 就是你们的指南针 对 去到中间 你们屋子的中间 嗯 OK 不是左右 就是中间 对 你们中间的左 可能有什么房 什么房 右什么房 前后 什么房就是中间 看你们的指南针 找出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你们的西北 西北 西北 你们的西北 西北 西北 西北英文是什么 North West North West 西就是西马西 西马东马 西就是West 北就是North 就是北极 就是North Pole 对 就是这个西北 对不对 好 那你们找到西北的时候呢 对 你们这个房呢 就是带来很好的 女性 对 可是 风铃不是应该放在家外面 你不知道为什么放风铃 对 等一下我就跟你讲 我不知道 那首先我跟你们说这个西北 西北在家里面 就是你们 女生可以找来好男人 成功男人 跟 帮掉 丢掉 丢掉这个烂口花 对 女生啊 不是男生啊 女生 那这个爸爸妈妈呢 要找好女婿 要帮女儿找好男人 哦 所以这个影片 这个风水tip 是只是给女生 对 哦男生 OK你们男生不用听了 男生不用听了 你一个男生也就是被这个风铃叮叮咚罚到她的家 是不是 OK OK 好,那你们呢,这个西北方向啦,就是谁在管? 我们有五行,对吗? 对 木、火、土、金、水 对 那在管这个西北的地方的人呢? 风了应该 错了 诶,没有风哦 哪里来的风哦? 木、火、土、金、水 我想到无私到无心 哈哈哈 OKOK,没有风 对吗? 木、火、土、金、不懂哪一个 你讲你讲,我不懂 我跟你们说啦 这个西北方向啦 就是金的这个能量在管 哦 为什么要放风铃呢? 而且风铃有很多种 有塑料的 有木的 有玻璃的 有水晶的 有铁的 对 那你们猜呢 百无师、Ezendran 有什么风铃在哪里? 金 铁的 对啦 哈哈哈 对吧 其实是因为我最喜欢那个风铃铁的声音 不知其他 对 对 你们要找这个铁的风铃 对 其实我有一个風铃在楼上 很大 很大,超级大 也是铁啦 那你们找这个铁的风铃 你的风铃放在下面 做什么?你要招来好的男人吗? 对 招来好的人 给你吗? 给我 对 哦! 为什么? 因为我的庙呢 需要男人来 阳刚之气 乱来了 回来了 我也回来了 好 那你们去找这个风铃 全铁的话 除了它的线 如果它的线能够铁的就 它的线有铁的吗 有啊 这个铁链啊 铁链 你有什么意思 我不敢哦 大家 因为风铃用铁链来绑 你想一下会 铁链 小小的铁链啊 幼幼的啊 对不起 你一讲铁链 我就想到一个神 反正 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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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那你们的这个这个风铃 从它的线 如果能够了 你们就放铁链链的 然后它的头呢 铁片 它的一支一支呢 也是铁片 反正整个就是铁座 对 从头到尾都是铁 是最好的 那如果没有呢 很多都是绳子 让自己DIY 所以其实一定要先这样啦 其实不需要的 但是如果能够是最好的 哦 好 好 越多铁越好 为什么 嗯 因为那个整个西北都是铁的能量 哦 铁铁对哦 对 对吗 对 对 铁的能量不是主宰财富吗 为什么会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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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风水啦 木火土金水啦 铁也是有管很多东西 不只是财 哦 当这个西北的地方的这个房间这个位置呢 给感情来说呢 就是找好男人 然后这一集就是做 怎么去找 欧巴给你们的女儿 欧巴给你们自己 我要找一个欧巴给我自己 驾着宝马的欧巴 我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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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下啊 等下啊 谢谢小白什么分享哦 等下我直接马上去把那个风铃钓起来 去找到什么方向 呃 西北 西北 还是南北 刚才是西北 啊 西北 西北的方向直接放一个风铃多大 所以放一个一米长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这个风铃的话 全铁的挂在上面 这个风铃其实不用风筋 给它用叮叮咚咚咚 因为你放在家里面怎么会有风呢 除非你开风扇开冷气啊 啊 所以是放在家里面 对 偶尔偶尔你去敲 哇 叮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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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可以的 啊 你自己敲 哦 哦 OK 跟我想象就有点不太一样 为什么啊 所以参门师傅一直要跟大家讲呢 自己的爱情还是要用自己的手敲才有 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还是单身 或者你 敲一下那个领啊 还没有有找到好桶花 就过去敲一声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集影片我一直在笑 是不是有点像奇妙上像叮叮叮叮 对吗 对 但是你与其是拜神要叮叮叮 你现在是拜你的未来男朋友 你会觉得好笑 那这个房间不管是厨房都好 客厅都好 房间睡觉都好 我懂 只要是厕所就不要 我已经知道了 我经理讲风险我大概知道了 那你们放在厕所就不好 那如果你们放空灵在厕所 如果你们放在厨房 你们放在厨房 小孩 你们小孩 女生 首先要跟你们的父母说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说 他可能以为你敲 就是要准备他们做餐给你吃 什么鬼东西 你可以 所以你们三层就楼上二楼三楼 每一个房间的西北挂一个封铁 嗯 每一个房间的西北 然后 挂一个铁的封铁 然后那个奥巴来了过后啊 然后就跟他 你知道吗 其实哦 你为什么会来到我身后 是因为我自己手敲你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赖哦 这个影片真的是很不认真 但是又有点好笑 当然啦 因为女孩子嘛 单身啊 要找男朋友 当然是要那种比较开心开朗嘛 对不对 就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的情绪啊 现在很hype 就是很好笑 又有点搞笑 又有点好玩 又有点智慧 这样子 所以你们要这个能量更旺的 每一个房间的西北边 对 挂一个小峰里 但是一定要全铁的啦 其实是也不需要的 一个地方就好 就是你们进房子 这中间看了指南针 对 西北边除了厕所 只要是那个边就对了 然后在西北边的房间 不管哪个角落啊 中间都好 挂这个铁的风 对 每个早上起来敲一声 因为他的能量 而且在这个西北边是金 木活土金水金的这个能量去 我们记得满堂如果放一个 然后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敲一个 激功来 太子来 不是男人来 是这样子吗 就是很好玩 好 那你们要记得这个风铃 就是这样子用的 对 这个就是风铃 风水 我第一次听到的风铃的风水 因为我以为风铃方面是比较多 在五十方面的 就是西方比较多 因为这里也比较少嘛 风铃 所以我没有想到风水会有帮助到 而且还是给震桃花 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木活土金水啊 其实这个五个五行啊 不管他是百剑啊 风铃啊 叶子植物什么 在风水方面很多能量 阴阳的都可以 这样如果风水的话 如果那种百剑的话 这样不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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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有超过一千个以上 会吗 会哦 超过 超过 哇 这样多 这样我怎样学到完呢 而且呢 如果你们要更好啦 你去找一个铁的 然后是一个男的 这个呢 就是很多就是这个 这个 knight 叫什么这个 knight 骑士 骑士 对 小小的铁的 骑士 放在西北边 也是可以的 哦 如果不要风铃也可以放那边 风铃一定要 但是多余的就是骑士 哦 就是风铃下面一个骑士 那你每天敲他那个骑士 因为这个骑士也是等于首富嘛 对 对吗 保护你嘛 哎哟 保护感情 这个骑士就好像白马王子 对吗 而且他们的这个服装都是铁的 对不对 对 哎哟 这个是秘密啊 多人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 有行就有零 对 对吗 啊如果我是双生 就是已经有情侣 但是我又想要一个正缘这样 但是不能对吧 那个留给下一集 哦 还有下一集 这个下一集 我啥有 因为我开玩笑而已 真的有啊 我知道 留守对眼龙兽 OK 留守对眼龙兽 OK 所以呢 大家我们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和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次影片的看法 还有你还有什么风水的智慧 想要知道吗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然后呢 我们计算满行的 IG跟Facebook 不要忘记关注 因为呢 我们会时常的去放 更多的选学内容智慧 还有直播跟大家互动哦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任何一个更新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 季胜满堂 杜眼龙兽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 7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